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这个精进共修呢 一开始我抱持了想法是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精进共修 只要把上人的法在需要的时候的时间点 那就把那个画面分享出去 那过后没有想到呢 竟然是一个很正式的共修的课程 所以在隔一天的时候呢 就马上很早就起床 准备好了过后呢 要跟大家一起共修 克服早起的困难 为的就是成就大家 可以无时差的云端连线文法 老师从内心抗拒到勇于承担 收获的还是自己 那就有听到上人 我开始就有说到 即使计较也是在早夜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 嗯 那不应该有这样的念头 应该要去想想 然后静下来去完成这个任务 从5月17号居家上班开始 马来西亚慈济教育置业 举办一星期五天 线上精进共修 至今也差不多五个多月 所有教育同仁和大爱妈妈一起 线上文法 当然少不了幕后一群默默付出的团队 好那不打破大家的 线上连线 让自己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技能 也很可能自己把握音源 把握当下 没有把这个学习的机会往外推 那经过这么多个星期的培训 那自己对电脑的操控上也更有信心 更有觉得更有能力去面对突发状况 这段期间每日的陈间共修 除了一起、文法、那在小组分享中 可以让我看见每一个人 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那在陪伴这个承担技术功能的团队中 我也学习了要以身作则、以身示教 逐步放手 团队才可以成长 才可以走得更远、更长久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你一条年转称 又要迅速 你一条年转称 你一条年转称